大學跟大學之間為了爭排名 大家為了目的不擇手段 這是我們的教育目的嗎 首先我要強調 我們談這個議題 絕對不是所謂單純學習之爭 這個是事關考招的公平正義 波代指考已經放榜了第二類組 依舊是競爭激烈 以往前三名都是由台大所包辦 不過今年你看 除了台大電機是第一名之外 另外的被清大和焦大 則是擠下了台大 這樣的排行到底有什麼樣的玄機呢 居然讓台大電機資訊學員的院長 張耀文站出來統評 他是違反教育部的規定 或是用旁門左道的這個計量 來扭曲各個招生管道的名額的分配 清大建設學院的學士班 這次他招收41名學生 可是他為什麼還要分甲主跟贏主 對不對 甲主跟贏主他們和參賽的科目都一樣 離譜的是 甲主的指考名額只招收一名 那是不是所外界所過病的清大為了排名 想方設瓦 無所不用其極的 把指考的名額限縮到一名 指考限縮名額再分甲主有什麼好處 以今年二類組前史為例 清大交大成大大有斬獲 有七個戲手上榜都是分甲一組 錄取名額皆各位數 清大電機資訊學士班甲主 指招育人 今年排名第二擠下台大之功 而台大材料更是從第七退到第十 因為你為了達目的 就是無所不用其極 這實在是太荒謬了 這是國家教育的最煩 也不能讓我們學生看到 你的學校大學跟大學之間 為了爭排名 大家為了目的不擇手段 這是我們的教育目的嗎 所以這個招生人數越少的話呢 他的這個最低錄取分數 可能就會越高 那用這樣子很明顯的操弄 這個方式來搶排名 事實上對他本身的這個學系 這個水準或是這個其他研究成績 事實上是完全無關 為什麼他只問的時候 我覺得高中生不會了解那麼多 就是 反正就進來 你可能就大略知道 甲主分數是比以足夠 可是你也還沒有真的 對這個戲有多少涉獻 你就是念完高中而已 今年大學末代指考 錄取了三萬三千多人 錄取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七 創下了歷史新高 其中台大指考錄取一千五百一十四人 有百分之八十四來之六都 不少學校寄出高額獎學金 吸引優秀的學生 像是亞洲大學 符合標準一錄學就能領三百六十萬 八年來一定有五人 為了獎學金放棄台大 我還是比較傾向去上台大 你認識到的人 你學到的經驗會比你所拿到的錢還更重 所以你可以用那些認識的人脈或是體驗去獲得更多的東西 學校真排名沒有假名 就是說你用正當的話 學生願意選擇到你那邊去就讀 很多學生 比如說這次的電子學院的學士班 很多學生要到你那邊去就讀 那很多學生進級 他的分數當然會變高 以清大電機系為例 今年甲組遭受四人排名第六 遺囑遭四十七人不列入排名 甲組有比較多的資源 但是休課內容是一模一樣 對 就是他們的選課系統都是一模一樣 只是說他們會有額外的資源 例如說他們會有企業導師 那他們會有獎學金 然後會有出國的交換的機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可能 就是他應該算是一種比較像是 招生的一個手段這樣子 因為可能類似說 他的成績可能可以來台大 但是清大電機的甲組 開出了這樣的條件 讓他想要說 那我可以去清大電機的甲組 然後去得到這些資源這樣 他分組還可以同樣的考試科目 他還可以分成兩個小組 這個明顯就是違反教育部自己的規定 但是教育部從來就是 不願意正面去處理這件事情 這也反映教育部 第一個可能是行政態度 第二個可能是專業能力不足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發現 那我們也有呼籲 各個大學在考試入學分發的時候 應該要避免一些不合理的 一些招生分組的情形 那如果我們後續 我們有發現這樣子的情形的話 那我想我們會收集這樣子的狀況 我們會做次學年度 招生名額核定的時候的一個參聚 深大學多元入選管道包括了繁星 申請入學以及指考 以第二類組理工為例 清大交大幾乎都是增加申請 縮減指考分發名額 實情就是真排名 先搶先贏的招生競爭手法 為什麼現在指考那麼少 因為指考裡面名額很少 大家都擠去申請 申請越來越多 那很多的孩子說 我申請到了 我何必去拼指考 對於他想要用功努力的拼搏到一個 他想去的好的學校 好的校序 對他這種打擊 教育部跟招令會之前就有這個規定了 他規定什麼呢 繁星不能超過15% 申請不能超過45% 這表示什麼 那扣掉那個很少數的特殊選擇 所以指考最少 應該要將近40%的名額 才符合這個教育部跟招令會這個規定 但是招令會自己的主事學校 還有教育部自己都可以 不管他自己的這個規定 考試組學分發的名額 大概都在歷年來 都是在31到36之間 以110學年度今年來狀況來說 是34% 並沒有所謂的逐年降低 這樣子的情形 其實教育部 我們叫橫導跟教育部 他這種不作為 就任由招令會 任由各個學校 就要去調整 像我們指考 我們就希望在指考 不要低於40%的名額 可是教育部 一直沒有在這方面做很努力 我們把教育搞成這樣子 這個簡直是走火入魔了 那我們如何奢談 我們的這個品德教育呢 這場頂尖大學指考排名之爭 清大交大旗下了台大 用拉低招生名額 製造拉抬分數的有利條件 導致排名沒有實質意義 主管機關教育部無作為 成為破壞多元入學的元凶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